上下只要台湾独立 中国就要比照美国南北战争 让台海化作一片火海 中美9号在华府进行外交安全对话 双方却围绕两岸问题 阵风相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除了重申美台关系密切 也延迟抨击中国对台湾的打压行为 而不只是美国力挺 曾保受共产图图的波澜 趁着独立100周年 对两岸议题积极表态 波澜歌手加洛敏用短短两句话 贯穿一分钟的歌曲 歌词发响就是当地电视台 竟然发起的台独运动 我们波澜人希望台湾能够独立 没想到这股挺台风气越吹越猛 不只被称为台独教父的使民 共襄盛举 长期推动台湾正名运动的 日本人永山英树 也上节目呼吁对台湾say yes 除了日本情谊相挺 就连以色列知名演员纳夫 也加入挺台行列 包括爱尔兰 加拿大 编岛 奥地利和美国 各国网友手举看板和台湾站在一起 往路上也出现台湾就是台湾的标语 顶台行动在全球遍地开花 中国要武统台湾 恐怕先让自己树敌无树 在这些闻上的报道